اخ車 JohnStyle 哈囉 我是John 這一集有Rick跟他的愛馬 先再走快點好不好 我們先準備要去上班 警察局在哪邊 警察局 好 我先標個地圖好了 我們警察局在上面耶 那上班快遲到我們要加板件 跑快點啊 這個馬很慢耶 要裝到車啦 為什麼沒有路標呢 這隻馬跑起來怪怪的說 頓頓的是怎樣 算了我們還是慢慢的走好了這樣好像比較順利一點 這匹馬沒有影子耶 天啊 為什麼他沒有影子 難道他是 沒有啦解釋我也不知道 就是真的沒有影子 啊不管了 我們要趕去上班了 奇怪 過來 不往前嗎 喔 哎呦 我的馬被撞倒了啦 等一下 怎樣 我的馬掛了啦 呵呵 這麼快 你看他的頭 他的頭 折斷了啦 好的 我們到到這個 警局了 下車囉 去看一下可以接什麼任務好了 OK 我們現在到警局 然後 要坐上一台車才可以找 搜尋任務啊 才可以接任務 前面怎麼回事 警車 紅色內褲車是壞人對不對 比想逃走 居然殺死一名警察 給我下車 可惡 這什麼槍啊 先撿一下槍好了 先撿一下槍好了 下車 站好不要動啊 喬尼 就是你啊 你的媽媽是狠狠 欸 我為什麼綁好你還可以跑走啦 是怎樣啦 可惡耶 你這樣給我跑走了 給我上來喔 我知道你可以上來 你很乖 嘿嘿 哇你 只有兩邊各重彈一次耶 幹嘛需要幫你開門嗎 不會自己上車喔 哇你還可以這樣開門 欸為什麼你掉下去了 你破毒了 你在 車子下面 真假的 怪喔 不然我去接另外一個 你不是跑走嗎 怎麼停在這邊等我 喔你們走開好不好 來上來上來上來 另外一個位置就留給你了 快點慢吞吞的 行不行啦 快天黑了 你還是繞一圈 你有事嗎你 趕快上來 手綁住我還可以上來 他很受重傷 不管我們要 開回去警局了 警局在這 等一下 在這裡 轉角就到了 我覺得我開過去他應該就掛了吧 我再按身影了喔 我們快到我們快到了OK 有一個掛了 所以呢 好啦他們被送到警局了 我們這個今天終於過了 回去交差 下班了下班了回去休息了 好啦快到家了 快到家了 終於啦 給他休息一下好了 為什麼打不開啊 好歹是我自己家 還要自己爬自己家後門 這樣變成說闖入這家房子了 明明是我家好不好 哇一夜之間怎麼變得那麼多 奇怪的人啊 是殭屍嗎 為什麼都變成殭屍了 趕快騎在我馬 逃離這裡 快點啊 快點跑快點跑 殭屍很多啊 這馬是怎樣 趕快走啊 快點快點 行不行啊 趕快走啊 跟著我後面啊 這個馬 是怎樣啊 快走快走快走 好的 我們終於趕到這個警察局 我看一下有沒有人支援 有人在這裡面好了 等一下 誰在開槍啊 啊 這附近有敵人耶 先躲一下好了 喔 地圖上面有四個紅色點點的 難道是 來搜刮這邊的物品的 壞人嗎 看一下 身為警察的我 必須要打擊犯罪 我先把他們消滅掉好了 有一個跑過來了 喔 爆頭 水喔 剩最後一隻啊 最後一個躲在哪邊啊 橋墩那邊喔 趕快給我探頭出來 哇 水喔 這個前面那個殭屍我就用 放球棒打他好了 因為 等一下 他在吃屍體喔 那就不需要了 這個殭屍也在吃他的屍體耶 看了很不習慣 總之呢我先搶這把槍好了 這把槍比較 比較需要 雖然說他只有23發子彈 這個我看看 可是我覺得近戰可能還比較實用 我留這個棒球棒好了 走開 剩下屍體很爽嗎 去死吧你 蛤 還可以動 這要打幾下 應該可以了吧 先摸一下看有什麼東西 等一下 他又站起來了 喔 我覺得我還是需要槍啊 他怎麼又躺上去了 Oh my god 他又站起來了 這個殭屍還是有人性的 這個殭屍還是有人性的 那時候我必須要消滅你 哇 門口圍了一堆殭屍 突然覺得他好胖 肚子凸起來是怎樣 啊 不管了 忙碌的一天啊 前面又是一堆殭屍在吃自己 我可能需要 準備一些物資來度過這個晚上 這台車應該是可以開 這群殭屍就不管他們了 你看車上還有那個逃離的物資 跟他的手提箱 應該是 準備逃離 有一段時間了吧 看一下這附近的超商好了 那個門 那個門居然關不起來撞到 物理都睡了 天啊這個 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 怎麼一叫起來 視覺都變得一樣 天啊 前面一堆 這樣子我要趕快 趕快偷一下東西 為什麼 可以過得如此狼狽 想太多了 我們趕快拿一拿 趕快走 好 終於結束了 我們開回去警局 身為人民的保母呢就是要 打擊犯罪 可是現在呢也沒有犯罪 現在沿路全部都是喪屍啊 我先開回去我的警察局 好險有一台車可以讓我開 原本的我那匹馬應該 發馬瘋了吧 完全不能騎 而且怪怪的 重點是他沒有影子耶 太扯了 好的我們快到警察局了 我們這邊左轉 我覺得我們這次還是要睡在 頂樓吧 我覺得頂樓應該比較安全 下車進門 咦 怎樣 啊另外一邊啦 記錯位置了 等一下等一下 沒有僵尸 其實走後門也可以啦 後面可以進去 我們把車停到後門好了 我沒有裝那個可以開後門的Bug 所以沒有鑰匙啊 沒有鑰匙啊 不管我們看到前門去好了前門至少可以上去 OK我們終於到了 跑進去 我想想看 樓上的應該走這裡喔 對 其實如果 不跑 不跑上去的話 其實睡在 一樓的那個會議室也不錯 只是會怕喪屍水師要跑進來 哇這裡還有直升機 太棒了 我們今天先在這邊休息好了 眼看都快天黑了 放在這個邊邊角角 放在這個邊邊角角 這個Tent 沒有Tent 沒有帳篷 沒有帳篷怎麼辦 至少還有些東西可以蓋啦 雖然說沒有帳篷 好吧那我們這集先到這邊囉